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处理,我是你老朋友翟老师 今天我们先详细讲一下Meta新推出的Quest家游戏会员套餐 价格为月费8美元或者年费60美元 订阅的用户能够随时取消订阅 参与订阅可以每个月获得Meta官方指定的两款游戏 但是假如你之前已经购买了这份游戏 并不会获得新的T5游戏 所以这个游戏会员就比较适合新用户 以及之前只买过少量游戏的低活跃度用户 而且这个订阅里的游戏同样支持游戏分享旗帜 就是假如这个游戏是可以App Shining的 你可以把这款游戏分享给三个Quest纸账号使用 对于有多台Quest的家庭来说就比较值 另外就是如果这个游戏是支持Close Buy的话 你就会同时又用这款游戏在Oculus PC客户当的PCVR版 不过你订阅获得的这个游戏不是永久性的 一旦你不再是订阅付费用户 你之前获取的订阅游戏就不再支持游玩 当然等你重新订阅的时候 你又会重新获得所有以前兑换过的Quest纸账游戏 Meta已经给出了首月和次月的四款游戏 首月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Quest纸账订阅用户可以领取30美元的Pistol Whip 和20美元的Pixel Rapid 1995 次月是15美元的Workabout Mini Golf 和20美元的Marga Gun Ship 这样的阵容看下来 如果你是包年用户 而且之前买的游戏不多的话 确实是不错的交易 因为现在是Quest加上线首发 在今年8月1日前 所有的Quest的用户都能1美元开通首月 如果你期间不想继续订阅了 一定要记得手动取消 否则会自动订阅下一个月 还有就是每个月的两款赠送游戏 不是自动入库 需要你手动领取 有些梯子不稳定的朋友 别到时候忘了你 同时这也意味着 你在某年12月订阅Quest加 并不代表你会拥有前面11个月的所有游戏 不得不说从营销成员 MetaCity确实是做了一个好决策 首先这个Quest加的价格是低于大家预期的 里Quest3的发售只有三个月 可以持续制造话题吸引大家的关注度 届时很多新用户首发 买Quest3送一两个月的会员 表面上是优惠 实际上订阅一开 会大大提高用户的活跃度 过段时间月活跃又下来了 就突然次月送一个口碑大作 热度和活跃度又会重新回来 然后最后对于老游戏也有利好 因为大部分情况说的还是老游戏居多 一些好玩但不怎么尚于推广 或者玩家社区经营不太好的冷门或者老游戏 就会适时的涌入新玩家而焕发新生 总的来看Quest加的模式对新用户有吸引力 对深度老用户来说就没什么性价比了 同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看出 在Quest2时代Meta是选择补贴硬件 Quest3硬件定价上去了 就开始补贴软件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测试好一阵的VR创流软件 虚拟中原VD终于是正式推送更新的支持高码率的新版本 现在VRATG用户在创流时有两个新的编辑码选项 分别是HEVC10比特和H.264加 其中使用H.264加可以将码率拉到400兆BPS的上限 其他的还是维持在150兆BPS 但是根据用户的整体创流环境来说 拉高码率会有增加延迟的问题 大家可以从码率的高数值慢慢的往下调整 直到找到最合适的码率 这样才能做到比以前的画质质量更好 同时又没有明显的延迟和转头时的黑框拖液 至于HEVC10比特 因为是10比特的射身 会让创流在色彩方面有更好的表现 不过仅限于10系列及以上的N卡 VD的开发者是建议大家玩慢节奏 或者画面较暗的VR游戏时使用HEVC10比特 快节奏游戏比如赛车之类的 就可以选择H.264加 这部分的更新都适用于Quest Pico和VIVE3加的VIAT机 而对于Quest系列头显还增加了创流时候的透视环境背景 Quest Pro的话还能在创流时开启局部调光功能 由于未来XR2捐图不出意外的会支持WiFi7和AV1的编码 虽然WiFi7在国内可能没有办法用上 但未来VD肯定会去适配AV1 AV1比起H.264能用更低的码路实现相同的视频质量 所以等Quest上推出创流效果也会随着新处理器的编辑码性能升级 而继续有所进步 Meta最近为Quest推出了V55系统更新 除了大家之前已经知道的解锁CPU GPU频率提高性能外 他们还为Quest Pro优化了眼动追踪的效果 让追踪在更广泛的视野和眨眼等表情中更加准确 Quest Pro的用户为了获得更准确的眼动追踪 一定要记得在更新后进到设置里选择较准眼动追踪来重置一下 同时这段时间也有许多第三方开发者在试验用Quest Pro来模拟Version Pro的严守追踪交互 其中以画面里Nova的这个demo效果最好 有Quest Pro的朋友可以免费下载这个demo APK进行试用 为了实现最可靠的效果还是那句话 大家一定要提前在设置里进行眼动跟踪的较指 其次最好要全形你的长袖来使用 不过老实说两者的眼动硬件配置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 强求舒适没有必要 实际效果对比大家投了就行了 Quest Pro的光发商店最近有个新变化 就是当你打开阿斯加德之路2的商店页面的时候 会直接进入全景预览 不过不是3D的而是2D的skybox图 这个功能实际上在之前的一次测试系统里 点开Population 1的界面也出现过 但现在点开其他游戏商店页面 依然还是一个裸眼3D的海报宽 或许未来游戏开发者在编辑商店页面显示时 可以在两种方案里二选一 那最近Quest Pro的底部菜单栏更新后 可以自定义5个快捷应用 所以现在最多可以显示5个快捷应用 4个最近使用的应用 你可以直接手柄长 或者手势最终抓取进行顺序的调换 当你抓取这个应用 顺手往上一甩就会进行打开 尤其是在触控模式下 这个改变还是很直觉的 而就是UI上在底部设计了一个半透明的长短变化线 当你手碰到菜单面板 想拾取进行空间位置的调整 短线就会伸长 变成完整的一条线 我觉得这应该是Quest超拉机的UIUX组 目前为止少有能够称之为优雅的一次动效优化了 国内这边Pico系统即将到来的5.7版本更新 终于由我比较喜欢的地方了 视频录制新增了9比16比例 帧率可选36帧 并添加了录屏的反抖功能 而且系统内截屏录屏支持跨端 分享到国内的其他社交平台 并支持实时预览 无需每次都在文件管理中查看 另一个大更新是Pico体感追踪器 提升了追踪精度和实时性 并将实现全身动补能力 关于这一点我很意外 以Pico体感追踪器的价格 要是真人做到合格的全身动补 那绝对是太炸了 最后当然也要顺嘴提一下 今天关于Pico禁用未知来源的争议 来源出自Pico企业服务的官方文档通知公告 报告里写到从2023年7月1日开始 消费者版设备将不再支持部分未经授权的 具有商业用途或企业服务的应用 这意味着Pico消费者版产品的用户 将无法再通过Pico消费者版产品 来安装和使用这部分的商业或企业应用 我觉得文章主体内容说的是很清楚的 禁止部分特定的2B的应用在2C上使用 要想使用企业服务应用 要乖乖买企业版的Pico设备从商店里下载起用 只针对这个广告而言 理论上跟大家现在的未知来源 玩第三番游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反倒版这件事 任何官方都是非常明确的 未来真的用更强烈的手段进行收集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懂了都懂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的 陪着VR成熟 RolinVR找一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